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同台机电一样,正在全球布局晶圆厂。 此前,一位消息人士称,德国政府之前已同意向英特尔提供价值近100优元的设长补贴。 然而,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经济部长Span Schultz近日表示, 11月下旬,法院对德国财政做出的否定裁决,可能会使英特尔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计划中的晶片制造工厂失去数十亿欧元的补贴。 Span Schultz还称,当德国再也负担不起英特尔这样的未来项目时,经济损失将是巨大的,形象受损将是巨大的。 据悉,德国联邦法院11月中旬判决,联邦政府将2021年抗议预算资金挪用作气后与转型基金Climate and Transformation Fund的做法违线。 这笔协助转型低碳经济的基金规模达600亿欧元,导致德国政府的运作因预算缺口陷入危机。 由于这笔资金也包含对半导体从业者设厂的补贴,因此,业界担忧德国政府对英特尔台积电的承诺是否会出现变数。 除了德国遇到挫折外,今年2月有消息称,英特尔正计划在越南进行一项价值约10亿美元的新投资,以扩大其在越南投资15亿美元的工厂。 当被问及可能的投资计划时,英特尔当时表示,越南是他们全球制造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尚未宣布任何新的投资。 然而,据知情人士11月透露,英特尔搁置了在越南的投资计划,该计划原本可能使英特尔在越南的业务增长近一倍。 当被问及该计划时,英特尔拒绝置评,但称随着半导体需求的增长,越南将继续成为他们全球制造业务的关键部分。 知情人士称,英特尔其实是早在7月左右做出这一决定的,但该公司并未说明取消扩产计划的原因。 但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英特尔曾对越南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官僚作风过度表示担忧。 该名知情人士参加了最近几周美国企业与越南高层官员之间的两次单独会议。 据悉,越南是英特尔在全球最大的晶片组装、封装和测试工厂的所在地,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期间宣布了支持越南晶片产业的协议后, 英特尔一直寄希望于该公司在那里进一步扩张。 对于越南日益增长的在全球半导体行业把揮更大作用的雄心来说, 英特尔的转变将是一个打击。 越南一直在与晶片制造商进行谈判, 希望吸引那些寻求多元化供应链的公司。 另外,作为全球税收改革的一部分,越南政府将对大型企业征收一项薪税, 英特尔和其他跨国公司已向越南政府施压, 要求其提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补贴, 定于明年实施的税收和补贴计划仍在讨论中。 尽管海外建厂拼疲受挫, 但英特尔在美国本土有望成为获得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资助的主要候选者, 这些款项将用于为美国军事和情报应用生产微晶片的安全设施。 知情人士透露, 这些设施尚未公开披露将被明确指定为安全隔离区Secure Unclaim。 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美国军方对从东亚, 尤其是对台湾进口晶片的依赖。 据悉, 美国政府去年通过了价值53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 这项资助可能至少有一部分会用于英特尔亚利桑纳州的工厂区。 该计划表明, 美国政府方面有意愿深度介入私营行业, 以确保日益被视为地缘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支点的晶片工厂。 晶片在人工智慧、AI、间谍活动和网络战中至关重要, 在军用领域中也占有突出地位。 美国政府尚未确定将提供的资金的确切数额。 知情人士称, 这些设施可能耗资30亿至40亿美元, 这些将来自晶片法案授权的390亿美元生产补助金。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今年早些时候将提高美国国内晶片供应稳定性描述为一项国家安全投资。 一份文件显示, 美国国防部今年夏天与商务部签署了一份协议, 该协议让国防部能够了解晶片项目资助计划的细节。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商务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防部官员正在与英特尔就该项目进行谈判, 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英特尔预计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除了安全隔离区设施外, 该公司还是获得数十亿美元拨款的有力竞争者。 这些拨款将用于资助其在美国包括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建设新工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与其他科技界领袖已经与雷蒙多举行了多次会议。 不过眼下, 英特尔下一个明年即将推出的Lunar Lake出力器, 毫无疑问是其消费电子业务最大的摇钱树。 此前有传闻称将会首度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制成代工, 现在有分析师预计将为台积电带来超过140亿美元的订单。 台湾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发文称, 英特尔将成台积电三奈米第二大客户, AMD可能有危险。 陆行之表示, 最近听到台积电2024年与2025年将分别拿到英特尔近40亿美元 及超过100亿美元订单, 并给出5点分析, 称英特尔确实较需要台积电, 最快2025年成台积电三奈米代工的第二大客户。 更直言, 台积电代工能力太强, 只要用了就很难回得去。 首先, 台积电明年底可能将准备15K每月三奈米, 后年准备30K每月三奈米产能给英特尔, 但这样一来, 英特尔在2025年将成为台积电前三大客户, 且为三奈米代工的第二大客户。 如果为真, AMD有危险。 其次, 如此一来, 英特尔每年将至少贡献台积电5%的营收增长动能, 明年占比8%, 后年12%。 另外, 虽然英特尔表面上好像还在嘴硬, 宣称只会试单GPU绘图处理器, 高速Io晶片, 但从Lunan Lake开始将包含Compute Tiles。 结论就是用台积电代工就像吸毒, 用了就很难回得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 对英特尔而言, 假如in-house产能不变, 每年代工产能加持19%至20%总产能, 用代工产品的营收贡献将在2024年达28%, 2025年达44%, 如果为真, 这数字高得吓人。 陆行之最后认为, 结论就是英特尔比较需要台积电的帮忙, 因为找台积电的好处一堆, 包括先进产能, 降低制造与制程研发成本, 节省资本开支, 以便支付更多现金鼓励, 还能降低折旧费用, 并且提供较有竞争力的产品价格。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